在最新预告中,赵敏想婚被周芷若打伤,张无忌要带赵敏离开,周芷若说,如果你今天从这里离开,以后就不要再回来找我。可为了义父他还是离开了,或许可以说是他想随赵敏离开,所以见了就义父这个理由。 之后纪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,远离江湖,不问是非,没有国求家恨,没有华裔之分。张无忌对赵敏说,我一直对何止若成亲的事感到塔特,就怕做了自己后悔的事。赵敏说,我当然知道啊。 张无忌看向赵敏的眼神都是温柔,一会儿说,他煮得焦粥好喝,一会儿又是送他自己做的簪子,到最后竟然和赵敏聊到了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童年,看来张无忌是真的爱上了赵敏,不然则会和他说自己的心事,又或者是觉得赵敏的性格和他母亲因素素相似,才放下了姐妹吧。 虽然看到既敏感情线向好的方向发展,但是对周芷若还是有点心疼,可感情就是这样,从来没有理由,没有对错,只能说没有在一起的终究不是对的。